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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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者算不算犯法 就要看看 他知不知道他的 purpose 例如 他打到明 我籌錢去反香港 要散佈港獨 那當然是犯法 有共犯的意義 但是如果付款者 只想看他的文章 那就不是一個犯法的行為 攬炒派的黃之鋒 大耀廷 吳文婉等在囚人士 或者已經著草海外的 羅冠聰 許智峰等等 都利用募資平台Patreon 發表攝散播港獨理念的文章 執業大律師麥慶歡提醒 付款訂閱者或者會成為共犯 更加質疑黃之鋒的收費 是否合理 黃之鋒我看到 他一個月是一千元港幣 想想這樣是否合理 如果別人一千元港幣 你都會訂閱 還有那麼多人訂閱 他就要看那些訂閱者 什麼背景 為什麼你要訂閱 因為有些人 用這個藉口 其實是想籌錢做些事情 麥慶歡以一個生活化的例子 解說發佈的平台 也都可能抵觸法例的理據 這個內容真是有港獨 即是他有共犯的嫌疑 還有這個叫做Patreon 都是有共犯的嫌疑 因為他是Incited 幫助協助他 所以說這個內容是有問題的話 三方面都有問題的 就是寫那個人 登上那個人 還有繼續讓他登那個Plattform 其實Plattform 它真是有這個責任的 我解釋這個案子 不是說去違反法律 刑法 只是違反誹謗 第一就是告寫東西的人 第二就是告這個平台 因為它是Publication 對不對